第十章 羊圈的比喻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人進羊圈 不從門進去 倒從別處爬進去 那人就是賊 就是強盜 從門進去的 才是羊的木人 看門的 就給他開門 羊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命 叫自己的羊 把羊領出來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 就在前頭走 羊也跟著他 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羊不跟著生人 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 必要逃跑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 但他們不明白 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主是羊的門 所以 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就是羊的門 凡在我已先來的 都是賊 是強盜 羊卻不聽他們 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 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吃 到賊來 無非要偷竊 殺害 毀壞 我來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主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寫命 若是故宮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見狼來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趕散了羊群 故宮逃走 因他是故宮 並不顧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也認識我 正如父認識我 我也認識父一羊 並且我為羊寫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這圈裡的 我必須領他們來 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 並且要合成一群 歸一個牧人了 我父愛我 因我將命捨去 好再取回來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捨的 我有權兵捨了 也有權兵取回來 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猶太人為這些話 又起了紛爭 內中有好些人說 他是被鬼附著 而且瘋了 為什麼聽他呢 又有人說 這不是鬼父之人所說的話 鬼豈能叫核子的眼睛開了呢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 是冬天的時候 耶穌在殿裡所羅門的浪下行走 猶太人圍著他 說 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幾時呢 你若是基督 就明明地告訴我們 耶穌回答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 你們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為我作見證 只是你們不信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 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賜給我 他比萬有都大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主與父原為一 我與父原為一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 耶穌對他們說 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 你們是為哪一件拿石頭打我呢 猶太人回答說 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 是為你說淺忘的話 又為你是個人 反將自己當作上帝 耶穌說 你們的律法上 豈不是寫著 我曾說你們是神嗎 經上的話 是不能廢的 若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 尚且稱為神 父所分別為聖 又猜到世間來的 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 你們還向他說 你說淺忘的話嗎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們就不必信我 我若行了 你們縱然不信我 也當信這些事 叫你們又知道 又明白 父在我裡面 我也在父裡面 他們又要拿他 他卻逃出他們的手走了 耶穌又往若但河外去 到了若汉起初施洗的地方 就住在那裡 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裡 他們說 若汉一見神跡沒有行過 但若汉指著這人所說的一切話 都是真的 在那裡信耶穌的人就多了 他就是他靠在那裡 去教練 這個人從來 他都是在那裡 說不定的 我多忍 有什麼事情 做不定 這些事情 是